正在走廊摇摇晃晃 白衣长发女站起来又蹲下 大吼大叫拍打大门 附近邻居不堪其扰报警求救 不管原警怎么敲门 屋内就是没有反应 长发女这个时候情绪更激动 邻居在楼梯间大吼大叫大声咆哮 不管原警怎么安抚 她就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而这时候警方先带她回到派出所 先休息一下 没想到这时候她竟然说家里有毒品 25岁杨夕凌则到派出所之后 坦诚有吸毒 违禁品全放在家里 警方随即绕回住处 长发女的灵性男友主动开门 原警立刻盘查身份 发现对方是毒品通缉犯 逐一搜索房仙查获大量毒品 一包包放在桌上清算 一一贴上标签 这些黑色包装全是毒咖啡包 总数量高达564包 以北部地区市价估算至少30万元 K他命四包重80公克 也至少值十几万 25岁灵性男子坦诚 这一切都是她的 最后被警方依照意图贩卖毒品而送办 女友则是被要求咽尿追踪 我没有生理工具 保护管制我们 然后控制你的情绪 随着疫情微微解封 八大场所酒吧 KTV开放 娱乐性毒品越来越猖狂 当中包含毒咖啡包 笑气和摇头丸 尤其是大麻最严重 因为大麻在世界各国 越来越多地区合法化 导致她也成了全球贩运量最高的毒品 这些包裹从海外来台 要是寄件人的地址乱乱写 警方要缩缘不容易 边境彻查一刻也不能松懈 TV人蔡明轩里捷新闻上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